我就和我放回 我 thought 我要那个男人 你要杀人呀 女对儿 没事没事 滴点药水就好了 我没有说你了 我说我们家女对儿 你看看我们家女对儿的 EEG cooci performance 全都是血了 你要谋刹呀 姐姐 它是狗我是人 我没有想杀他 他咬我 你露通他 他咬你是活该 女女啊 痛啊女女 我心疼死了 女女啊 你搞什么呀 我打了多少个电话 你知道吗 接电话都没空吗 手怎么了 我跟你讲啊 你剪不了 这不要剪 你晓得吧 我妹妹求你剪了 一个礼拜来一趟 翻都翻三 早知道这样的话 我们家那个毛鞋 那本你买来 像宠物院去下 很贵的 你晓得 你跑不掉的 我没有毛 我跟你讲 你要么带我们家 女女去医院 你要么 拿草莓出来 先松开 先松开 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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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晓得你啊 什么情况 小狗咬的 狗咬的人 为什么陪狗去医院啊 你没有看见啊 我们的女女指甲 被她紧张 就该出血了 这怎么回事 那小狗想吃下 你 你出来跑业务 你给狗捡什么吃下呀 我跟你讲 我们女女要是敲脚的话 这辈子跟你有关系 你跑不掉的 狗咬了人怎么算 对啊 你正当防卫对吧 好 您长得就像被正当防卫了 一百次一样 不说什么 没意思 特别没意思 赶紧拿着你养狗证 陪我们去看病去 你有没有养狗证啊 我打棍子 打得你倾家荡产 信不信啊 来 小总 在那狗边上被罩张响 手续高点啊 我这手机没有美图秀 就你将就点啊 你站进去 对对对 你想拍就拍的 不拍啊 不拍 我们走 不可以走的 不走是吧 那好 我报警 报什么警啊 是令人养人 又不是我养的喽 我还没有欺负他喽 你又没有常识啊 我打电话报警 告你在社区 无证养狗还乱咬人 你究竟他什么人啊 去看 伯父 大嘎可可儿 不就是想赚我们的钱吗 像都不要想咧 你都笑起来听听清嗓 我咋还伯友 买艳香浓的样子 不玩了 阿娜咋还那个醒响 能付得起司了吧 小都 别确啊 我能够把故意 一句话告不告他 通情达理 算你走云 你走 走不走啊 小妞 我手藏 我没追过来 快开车吧 走吧 怕啥 我又没怕 你平时对付我和我妈 有的是办法吗 怎么到外面就怂了 那不一样嘛 我工作 我卖保险容易嘛 你不一样要卖给我妈妈保险吗 又没卖成 怎么办 客户的 刚才那个 喂 我 我正找你呢 你家小狗打疫苗了没有 好 从现在开始 你给我二十四小时开机 不要再骚扰他 还有 别让我再看他 你家小狗 好 你家小狗打疫苗 你就走 你家小狗打疫苗 你家费用个热味 然后你家型要由 stylish 但你家有什么硬的 你真是准帮你家富庚 心有意思 我家富庚 你家富庚 更有个富庚 你家富庚 你家富庚 你怎么知道 他没有养狗症的 我猜的 那他理亏 那我们应该找他陪 行行行 你是在人家被狗咬的 自己送上门去 你还真打官司 咬手了咬脑子了 咬瓦蹈了 车哪儿撞坏了 后面大块 那还去上次修车的 那个地方修吧 先修车呀 你来找我不就是来修车的吗 修你的手去 去医院打针立刻马上 会死人的知不知道 黄犬病都不懂 有没有点常识 疼也不知道喊疼 手举的老高 你木头啊 你抢你个样 幸亏我去了 要不然你真陪人家 去看狗去 看完狗也不买你的保险 大笨蛋 我告诉你 晚上困犬病犯了 你就咬得瘦 你脾气那么大干吗 造反啊 又不是你被狗咬了 弄得好像我哪里做错了 要是你在这儿 对我骂来骂去的 那你神经病犯了 看看你回头土脸的 在个大土鳖一样 你来找我 你就不能弄弄干净啊 生气了 不咬一下真的会死人啊 你不要骗我啊 子惠你看 上上下下好几个牙印疼死我了 就是你上次洗澡那只小狗啊 嗯 跟你那么熟了还咬你 我把他脚趾尖尖给剪破了 两个保单也剪没了 晦气 早点了 熟了 什么情况 这才七点出头怎么就收到了 你这么搞的话什么时候都弄完 老板 我们是有合同的 我不让他摆家野贩 我跟你说 加钱 不是那么回事 八点之后扰民 收钱我们时空证就没了 来来来来 行吧行 诸位 拜托明天早点过来 好 好 谢谢老板 辛苦啊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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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都不容易 好了 那这几天我就住这儿了 这儿能住吗 天哥能住我怎么就不能住 那你辛苦了 自己人不辛苦 对了 今天正好大家都在 天哥的股份 大家有什么想法 股份能有什么想法 你想法最多 有啥说啥 听你的 我没听错吧 要是听我的呢 我觉得就算天哥不回来 股份还是一样 徐天 他有说过他不回来吗 那没有 没有你在这儿瞎起什么哄 那你打个电话问问他 那有什么可打的 我们自己决定就好了 小董 你打一个 问问 我不用打电话啊 徐天的股份本来就在少州名下 他同意就好了 他故意这样说出来啊 就是让咱们觉得特别强意气 嘴巴不饶人是不是 实话实说呀 故意说出来 本来就是假惺惺的 小小董 同学没要发作了 真的 赶紧回家 你不说我都给忘了 子慧 快走 子慧 快走啊 慢点啊 你这小姑娘的手怎么那么重啊你 你 气点 气点啊 你走了 后边违规站到 行 通知前厅还有后厨 以后注意一下 特别消防通道不能择 你去吧 我来 你看 还是你揉得舒服 晚上回到家 趴床上 我给你安腰 这办公室怎么揉得不舒服 我给你带了一高堂了 三盒呢 都打开了 太多了 你就慢慢吃嘛 来 尝一个 真甜 还是丑黄庙的好吃 我看这酒楼没你啊 还真是不行 许太二回来比我有用 他心思要在酒楼那就好了 他人呢 我们俩都没吃呢 他到后厨下面条去了 怎么领回来的呀 我自己儿子我当然领得回来啊 你还自作主张去呢 我这不是担心你没人照顾吗 你走的时候也不说一声 我被照顾得蛮好的 他们三个小朋友轮流看着我 那 他还回不回去 谁知道 那上海那个小饭店呢 还开吗 开啊 都装修了 那 那他又不回去 股份怎么算 许太二不是投了钱了吗 我没问 那 那 那他不管 肖春和赵子慧是什么意思呀 你不就想知道赵子慧什么意思吗 没那个意思 反正人我已经给你领回来了 他什么意思我都不知道 别人的事我更管不着了 别人的事我更管不着了 嗯